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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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运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便解如来真实义 便解如来真实义 歡迎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293頁 倒數第二行 我們說到這個皈依 身穩的皈依 就是 一般的皈依跟菩薩界的皈依 不太一樣 菩薩基本上是 近行受 不是 一般是近行受 菩薩是近未來計 未來計就是從現在一直到成佛 從今日乃至菩提的皈依 皈依於佛法不退菩薩身 就是 佛法身 稍微有點不一樣 一般 一般身穩的基本上就是 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法 就是解脫法 身主要是佛弟子阿羅漢身 菩薩道他佛 基本上是十方佛 法 那 主要是大聖的 成佛的法門 就是大聖法 大小聖都有 就是佛的法就是 但是基本上還有大聖 那 身 這裡講到所謂的不退菩薩 身 其實就是已經正 無身法人阿彼八字的菩薩 那麼 這裡有講到 他引這個 我從今日乃至菩提的皈依 這個是聖曼經的 聖曼經有講到 一般我們講菩薩戒 那麼主要 其實就是菩薩怨 菩薩的大怨 那這個 從今日乃至菩提 那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聖曼經裡面講到 所謂的十大劍 那這個是 也是菩薩界的一個開始 那有所謂的十大怨氣就是十大劍 那後來我們現在知道的菩薩界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台灣流行的菩薩界 後面有講 主要就是那個 梵王經的 然後還有這個余潔 看295月 這裡295月到數第三行 那麼菩薩界基本上是梵王經的 到數第二行 佑菩社界經還有余潔菩薩界本 主要就是這三種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 那像聖曼經 我們來看 這個是十大劍 就是菩薩界的概念不是我們想像的 因為我們只要講到菩薩界 我們基本上就會想到所謂的梵王經 那或是說六宗不十八卿的余潑界經 然後就是一切菩薩界 但是基本上所謂的菩薩界就是菩薩的誓願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聖曼經裡面講的十大 十大劍界就是菩薩界 十大劍 那麼他每一個都是我從今日乃至普經 他每一個都是我從今日乃至普經 那他總共有十大劍我們可以參考 第一個與守受戒不起犯心 第一條就是我對從佛受的戒不起犯心 那一般在家人受的戒基本上就是五戒 基本上就是五戒而已 或是八關在戒 然後後來有所謂的菩薩界 與守受戒不起犯心 因為我們可能也沒什麼技能去讀到這個 我們就稍微參考一下 第二個 愚珠尊長不起犯心 那我們再來參考後來的菩薩界 基本上四種根本界都基本上是一樣的 愚珠尊長 不起犯心 他這個都是我從今日乃至普體 我從今日乃至普體 愚珠受戒不起犯心 我從今日乃至普體 愚珠尊長不起犯心 那麼我從今日乃至普體 愚珠尊長不起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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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四個 咖啡 於內外法不起牽先 第六個不治未及受序財務 序是金序 這個都是在家人 凡有所說 凡有所說 西位成熟平骨眾生 這種都是菩薩界的概念 第七不治未及行釋釋釋法 為一切眾生骨 那有的寫得很多 我們就簡單寫就好了 六度四射 為一切眾生 以外人心 五焰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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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受眾生 印象 五焰煮心 六焰煮心 五焰煮心 一焰煮心 詞曲 李宗盛 就是我看见有需要帮忙的 我一定会帮忙他 绝对不会弃之而弃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练脱重苦 难后难死 确定他没有痛苦了 我才会离开他 难后难死 这九个 若见恶律于基督犯戒终不去死 即使他是犯戒的 做不好的恶律于就是杀牛杀养的这些 或是邪戒的 若见恶律于基督犯戒 不轻戒的 他也不嫌弃他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菩萨道的精神 一切众生 他把它就是具体化 不然我们常常讲要度一切众生 到底是什么样是度一切众生 其实就是包括你在你周遭的人 那么你看到的人 那么需要帮忙的人这些 那么就是苹鼓的众生 恶律于犯戒的 然后是其他的一切众生 第十个是射受正法终不忘失 后面有很多 我们就写简单的就可以了 射受正 射受正法 终不忘失 那么第一个是戒 我们来看 看这个方法间的这个菩萨 这个气是菩萨十大戒 菩萨戒的十大中戒 那你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与守受戒 最后一个 就是射受正法 与守受法 就是你只要学佛 你一定有受戒 没有那个不受戒的 就是归一就是五戒 那出家 出家有沙咪沙咪尼 四叉摩尼 比丘比丘 都有戒 那么在家又不射又不射 一定有五戒 那么所以 他基本上第一个是射受正法 不起犯行 那么我遵守佛头告诉我们的 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 我绝对不会违反 那么我对佛头所教导的法 那么我不会忘失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跟第十个 其他的就是 其他的就是最众生的 就是第二个到第九个是对众生的 第一个到第一条跟最后一条 第一条是以见 第二条是法 不会忘失你所受的正法 你依佛听不到了正法 你不会忘失 我们都念之再之 正念正之 那么你所受的戒 不会违反 那么其他的 就是这个就是众生 这是我们要尊敬的众生 那么还有其他的众生 基本上就是 其实他基本上就是 让你的心清静 慢心 慧心 称恨心 嫉妒心 签令的心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是要怎么样利益众生的 这个是不违犯的 那这个是 你击去的一些财物 这个是在家的 圣茫无人也是在家的 所以他击去很多财物 那么利益众生 就跟众生往来这些 然后见贫苦众生 然后恶力与植入犯戒的众生 那么这个是所谓菩萨戒 范往间讲的菩萨戒 他所谓的圣漫间的十大戒 菩萨戒的十大戒 那其实就是十大戒 那每一条都是 我从间认来自菩提 怎样怎样怎样 这些 这个也是一种菩萨戒 那我们一般知道的就是 所谓的六众二十八戒 然后或者十众四十八戒 或是 与解菩萨戒的 这个四众四十三戒 那这个是圣茫戒的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就在底下看 就参考 那么归于佛法 不对菩萨戒 归于表示了信心的所在 再发菩提愿 愿将一切善根 如诸佛菩萨那样的 为无上大菩提而发心 为度者令度 为解贼者令者 为安者令安 为涅槃者得涅槃 令德涅槃 那这个是法法经里面讲的 好 那我们也可以参考另外一个 因为这个是大圣的 奉皇经的菩萨戒 那么在最早期另外有一个 这个阿兰经跟绿典里面 有记载一个所谓的路子母 路子母是辟舍权 他也立了九大院 我们可以参考 这个是圣茫经的 这个是大圣佛法里面 后来说的 那么最早在绿典 但是看那个不是菩萨戒 因为那个是生 那个是最早期的 他没有所谓 阿兰经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菩萨戒 菩萨戒其实也是后来 后来这个 这个行菩萨道的 那么仿生文 仿生文戒 就是立于戒 那么也这样立这个菩萨戒 比如说像 像这个 于且菩萨戒 他就明显跟你讲 这个是宠佛说的理念 然后认为菩萨应该做的 他把它依六度四射 那么立所谓的四重四十三轻 这种菩萨戒 那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个善女人 就幽波矣 这个是辟舍权 辟舍权叫陆子姆 很有名 他是杨洁国的人 但是嫁给这个 社会国的一个大夫当者 然后 他的公婆本来是信齐纳教的 那后来他信了佛法之后 那么他就引导他的公婆 也皈依佛法 那么他盖了一个 他捐了一笔钱 做陆子木像堂 也蛮有名的 那他后来真的出国 真的出国 那好像是 幽波矣里面布施第一的 辟舍权 辟舍权夫人 有时候叫陆子木 那么在当时就类似有 我们所谓的受戒 他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在佛前 我们说比如说五戒 八观在戒 这个是受戒 但是这种是发愿 那菩萨戒有一点点像是普提愿 自己发愿 在佛前发愿 我要这样做 我要这样做 所以他才会讲 我从今日乃至普提 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做 那这个后来就形成 所谓的菩萨戒 那辟舍权他也列了 所谓的九大院 那这个是 阿韩清跟绿典里面 都有记载的 那这个也蛮有名 但是他的九大院 比较在说 一个在家众 那么如何来护持佛教 他并成是这样 那就是主要是 护持比丘比丘尼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九大院 但是九大院里面 最后一条佛头不允许 所以后来就变成 辟舍权的八大院 那就是他这样发愿 他就要一愿而行 他就照这样做 那受戒其实也是一种发愿 那辟舍权他发了九大院 但是第九条佛头不允许 所以后来就变成辟舍权的八大院 就是也是一样进行受 就是凡是他在的时候 他还在的时候 他一定会这样做 就是我敬我这一生 敬我的能力 那这个跟后来的菩萨界 敬未来去 这一生死的时候 我生生世世我都这样 那这个是后来菩萨界的概念 那他有所谓的八大院 那供给 又供养了 供给 这个守卫城所有的比丘 基本上都是守卫城 他是央觉国的人 但是他嫁到守卫城 守卫城 因为他不可能攻击所有的 那么就是守卫城里面 所有比丘 那我们先说到 他的愿都是怎么来 都是 其实菩萨界是菩萨愿 他的愿都是看见这个人 那么或是他看见这个比丘 比丘女 有些什么需要帮忙 或者有什么不足的 他就发愿好 那我来做这种事 我来承担这种事 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辟舍瘸夫人 有所谓的八大院 那菩萨界后来就变成 所谓的三聚禁界 那另外一个就是摄善法界 就是除了律于界以外 摄善法界跟老一有情界 那我们来看生半经那些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辟舍瘸的八大院 供给守卫城所有比丘与御医 其他的都是这样来的 就是他有一次 因为他要共生 然后请那个卑女 请他们的仆人 去守卫城请比丘 守卫城比丘刚好 在那边洗 因为刚好经过刚好看见 他们洗澡 但是一般没有与御医的话 一般就山衣有的没有与御医 与御医就是下雨的时候穿的 或是洗澡的时候穿的与御医 那有些没有 所以就会变成裸体 会被其他的人误会为是外当 所以后来他就发现 他说这样不好看 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外当 所以凡是所有守卫城没有与御医的 他与御医共养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来看这些所谓的十大院 那在对照圣曼夫人的八大院 对照圣曼夫人的十大院 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菩萨界 他是在持了时间拉长以外 他的境界拉大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供养比丘尼 鱼医一样就比丘尼 比丘尼没有鱼医 他们都在河边洗澡 那也是很难堪 所以就供养比丘尼鱼医 那第三个 那么供养所有的比丘医药饮食 生病的比丘 供养 守卫城 医药都是守卫城的 因为他就住在守卫城 所有生病的比丘 病比丘 所有生病比丘 饮食医药 只要病比丘需要 什么医药 他余力共养 他非常有钱 第四个 供养生病比丘饮食 因为他药医好了 他也要饮食调养 所以他也供养生病比丘饮食 那第五个 因为比丘都有看护的 供养看护的比丘 看病的比丘 因为每一个生病的比丘 有些都有看护的 那看护的比丘 没有办法 因为要看护这个生病的比丘 他没有办法去脱剥 因为这些都是要去脱剥的 第一个他生病 没办法去脱剥 他又不是脱得到药 所以这些余力了他来供养 那看护生病比丘的人 他也没办法去脱剥 他印度是不是在自己 在试验署的没有 也不是人家来来的 通常都是要自己去脱剥的 那所以他就是 这些都由他来负责 然后看护病比丘的 就是看护的比丘 看护就是看护这些生病的比丘 他也要吃啊 那他没有办法去脱剥 所以由他来供养 严实 那我们来看这个毕舍绝夫人的这个八大院 那你会发现到这个生文里面 就是这早期期是这样的 然后慢慢慢慢扩大 第六个 还有一个就是外来的比丘 他不是舍维城啊 就是有从外地来的 比如说从毕舍里来的 从王舍城来的 来到这个舍维城 他远远的来 他对这个地方不熟 他也第一个他从外地来可能很累 第二个他也不知道去哪里脱剥 因为从外地来 因为不是每一个的 舍维城也不是每一个都是佛教徒 就算是佛教徒 也不是早上都有拿出来脱剥的 不一定 你说如果说我们要这样过去脱剥的话 这一条路走过去可能就只有三四家 那你也不知道哪一家有哪一家没有 你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去脱剥不一定 你走到你走可能你走的一圈都不一定走的到 脱不到一波脱不到一波不一定 所以但是你住在这里的你就知道 像你要买 比如说如果我住在这里 我要先买素食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外素食的 我可能绕了几圈 我都找不到素食的 那类似像这样 我找吃的面包店在哪里 什么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他就发现他看到了 其实他是看到这种现象 他只要看到说哇这些人 他看到那我好这个法无发心来做 这个我发心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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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像这样 那第六个就是我们说 外来的比丘 外来比丘 饮食 供养外来比丘饮食 供养外来比丘饮食 所有外来的比丘 所有外来的比丘 就是来舍未典的这些比丘 也是 那第七个 那么远行比丘 就是舍未典有一些比丘要出去外面 因为有外来的也有要去的 去外面行想要去 他也许要去 要去往舍城 要去屁舍里 那远行的比丘 那么他也供养 就是到他们那边吃完 然后再走 或是给他带一些东西 可以走 也许要走两天 走三天 那不一定有饭 有饭吃会怎么样 然后他就是完全供养 那么远行比丘的饮食 一样饮食 那第八个 那么供养舍未典所有比丘 舟食 因为他听说 舟食就是舟 就是有时候会供养舟 特别其他人 那么他听说有一个地方 有个国王 每天都供养这些比丘舟 所以他也要供养 那第九个 第九个佛陀不允许 他说要供养 他在佛前立的愿 说佛陀允许 我这样做 那第九个佛陀不允许 供养佛陀一身 佛陀一身的衣食汤药 都有他供养 一身首须的衣食汤药 一身首须的衣食汤药 一般我们叫做四四供养 四四供养是饮食衣服 握具衣药 握具就不用了 握具就防止盖 他已经盖尖了 那佛陀一身的衣食汤药 都由他供养 佛陀说不可以这条不行 全部都有你一个人供养 其他你要供养都没有供养 所以这八条 那就变成辟舍学的八大院 那我们再对照 这个圣曼夫人的十大院 那我们再对照完 我们再来对照后面 他这里没有仔细讲菩萨界 但是就是我们如果有看过 那个泛王星的菩萨界 或是六中二十八星的菩萨界 或是以前的菩萨界 我们再稍微对照一下 好 那其实他的那种概念差不多一样 好 那这个是辟舍学夫人 他正出国的时候也留了一个记 这个人很厉害 辟舍学夫人 他后来正出国 佛陀时代正出国的非常多 他留了一个记 他留了一个法剧经里面 有记载他这个记 我们也可以参考 他说如牧人以藏 驱牛至牧场 这个就是他的悟道记 这牧场 如是劳意识 驱逐众生命 他说我们众生的命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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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被这个左相死亡 然后赶到那里赶到那里 就好像牧人赶牛一样 那一步一步赶到屠宰场 或是赶去吃草 那我们被这个 比如说我们饿了 我们就去找东西吃 我们忍了 我们就要找衣服穿 就不断不断在 不断不断为了这个生活或生命 东奔西奔 东奔西奔 那看起来好像是自己愿意的 其实都是被逼迫的 业力所逼 然后饿了 你不能不吃 你就要去找 冷了 你不能不穿衣服 病了 你不能不找药 每天都在找这些 找来找去找去 找到最后 终究进入死了 然后回头来 那么下一辈子 再继续 又一次 又每天一开始出生 就开始 一开始 不断的 不断的好像 被业力驱破一样 就这样长 那这个是他 他这个写下来的一个记 好 我们等下看 讲到这个必舍的瘸 他说 这也就是一般皈依文中 从今日死乃至命中 护生 不杀生 不但不杀生 而且护生 的旧己意 互念众生 就是我们讲 这个护生 其实基本上就是互念众生 那么论理中 从理上来讲 归一的表示信任 归一就是我跟你学 要像你一样 我跟你学 要像你一样 那 就 所以他讲 就依归一得见 一般来讲就是从归一 我归一了以后 我就受见 那么在佛陀时代 并没有很效果 比现在说 不杀生 仁慈佛 没有这样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 讲完了他就受见了 他就得见了 比如说 金本杀 我们昨天也有讲 比如说这个 纳居罗长者 这个是阿韩清里面的 这个纳居罗长者120岁了 我们上次也有讲 120岁了 那么他去建国 那么解释正果了之后 他就不开 很多都是正果之后才归一的 我觉得他真的了解了 所以他就开始归一 我经归一 他是这么说的 我经归一 那么基本上就从归一得见 我经归一佛法申报 现在才有所谓只有归一不受见 没有归一就是受见 我经归一佛法申报 就好像说我要跟佛学习 我要像佛一样 那像佛一样就是 如比如说我们受菩萨戒指 受巴黄家指的 如诸佛进行受不杀身 我一日一夜不杀身 那我要跟佛学 我今天就跟佛学 所以我今天像佛一样不杀身 那佛归一佛 那么佛法申报 其实就三宝 这个是那俱罗长者 那么牵着佛法之后 他就开始归一 归一基本上就受见 就得见了 为优婆舍 男众是优婆舍 女众是优婆理 他在佛前自己讲 他在佛前自己讲 正知我 就是佛陀正知我 我今天发这个试验 我今天禁受威仪三宝 就进行受 那么过一之后 他基本上就是受五届了 那有时候后面会再加上 我就是归一之后就持五届 所有的又不会受又不会就这样 归一之后就是 就是受五届 就是持五届 就是要受持五届 那有的后面再加上 我这个如诸佛进行受 不杀神 我进行受不杀神 不偷盗 不邪言 不忘语 不研究 就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这个 论理上 归一就得见 那么再受五届 不过开释借向 就是说 所谓的受五届 其实是跟你讲 那么你归一之后 你要遵守什么 你要遵守什么 要遵守什么 就有点像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加入这个社团 比如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团体 比如说 好 你有公司 公司也有这个所谓的 也有这个规约 就是公司里面有公司法 或是说 他有规定 公司的很多规定 那你进了这家公司 你并不是先让你看什么规定 你才进去这家公司的 不是的 而是你决定要进来这家公司 这些公司的人 就会跟你讲 进来这家公司 要遵守什么 遵守什么 遵守什么 就表示说 你愿意进来 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定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并不是说 你先进 然后过一阵子 你可以了 我再让你遵守规定 没有 你一进来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定 类似像这样 他有一些守折 规定 比如你进道场也一样 你进哪里也一样 那么你进到 比如说 好 那你现在去美国 那美国的法律 你并不是研究了法律之后 你进来五年之后 好 我决定遵守美国的法律 没有 你进来台湾也一样 外国人进来台湾 他也不知道台湾法律 但是你进来台湾 你就是 就是表示你必须要遵守台湾的法律 他会告诉你 台湾有什么法律 有什么法律 那你不可以违反 他会告诉你 那之后比修计也是一样 是你出了家 你出家之后 他并不是先跟你讲 不是 你出家之后 那么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定 告诉你 有什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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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样 那原来在家也是这样 你决定要过一三保 你必须遵守什么 怎样 怎样 那这样 所以不上身 不偷盗 不先不忘 他这里讲 说 只是 开示借向 告诉你 你要遵守些什么 其实原来是这样 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 那么 皈依 要有皈依 要先上皈依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学佛也没有皈依 皈依了之后 也没有受接 就变成这样 开始后来又变成这样 那受借又有所谓的 只受四条借 只受三条借 只受两条借 只受一条借 就变成这样子的 好 他说 然在如来的善巧见话中 也有但受过一而不受借的 就是后来慢慢慢慢 有一些人都没办法 就方便 方便 比如说做生意的 他要喝酒 那你就不宜酒不要受 受四条 八观大借原来也就是说 你来就是要受完整的借 但是有一些人没办法 那你说过我不死不要迟 就变成这样 或是说你拿一条不用迟 同样的受大圣归一而发菩提心 就依菩提心得菩萨借 它是举例 你依三归得借 这个是声闻 这个是所谓的绿借 菩萨借 普提心得借 所以名为菩萨 其后再受菩萨借 也不够开示借相而已 那菩萨借的借相 很多人对菩萨借有故会 那么我早期最常听见的就是 菩萨借不可以随便收 因为动不动就犯借 那你如果做不到 你去受了菩萨借 你很容易堕定义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说法 那么甚至有些人告诉人家 那么不要轻易受菩萨借 那么就是你要能做得到 你才去受 不是这样子的 那菩萨借基本上是以菩提心为借 那发菩提心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 就是你菩提心都不退 其实也没有 很多人会说 那这个如果你做不到 那么你犯了菩萨借 还会很严重 那就会变成你会落低 那因为这样是会导致很多人 都不敢受菩萨借 所以所谓的菩萨都是什么 老无上 就年纪大了 要造业没有能力 那才可以受菩萨借 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菩萨借是一种怨心 我们刚才讲 都是一种怨 那么这种怨 它不一定你现在做得到 但是 就是我现在不一定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 我希望我能做得到 所以它一直朝那个目标往前进 那很多人对菩萨借有一种误会 还有就是说 关于戒条跟戒相这个 比如说奉王群的菩萨 于且菩萨借的菩萨 六中二十八千 幽菩萨借群的菩萨 他说的不一样 那就会觉得这一条戒我们没有 那一条你是奉王的菩萨 他是于且的菩萨 那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不是不一样的 菩萨借的戒条 不过就是让你参考 其实 其实菩萨借就三叙境间 我们叫做色律一切 愿断一切恶 色善法界 愿修一切善 色众生界 愿度一切众生 那么它只是给你举例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要断一切恶 比如说 不可以起承认心 不可以起基督心 不可以伤害众生 那么这一切是恶 那什么这个 愿修一切善 他可以跟你举例 比如说 举个例来讲 你要行菩萨道 你要修智慧 有人讲经 你要去听 你要行菩萨道 你要修故事 要另一切众生 要设善法界 一切善法都要修 那这个有人贫苦啊 没有得吃啊 你要帮助他 就好像 我们说披舍权 这些是 又是善的 那你要去做 帮助这一些人 你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要忍路 有人伤害你呢 你不可以报复 那即使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人曾经伤害你 那现在来跟你忏悔 你不记住他的忏悔 这样也犯菩萨界 所以说 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还不原谅他 那你这样 违反菩萨的慈悲心 你不就是要利益众生啊 现在他知道错了 要跟你忏悔 你都不接受他的忏悔 一辈子不原谅他 那你这样 这样是违反菩萨界的 所以 他只是举例跟你讲 你要做到什么 做到什么 那很多人会误会 我这个放往前的菩萨 有戒条有才有 戒条没有就没有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 在举个例来讲 我们很多时候会误会 比如说 他的道理在 你说你要修一切善法 比如说 他跟你讲 有人讲经四十理念 四十理念 有人讲经你要去听 他并不是说 他作用你要去听 就是说 你要有学习佛法的心 你要行菩萨道 你却不懂得佛法 那你怎么用佛法 来利益众生 没办法 所以现在 有这个机会 让你去修学佛法 你可以去 你却不去 那违反菩萨界 就是 违反菩萨界 就是违反你当初的菩提愿 菩提愿就是要利益一些众生 要成果 菩提愿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就是要度一切众生 要四色 下化众生 就是要度一切众生 要四色 六度四色一切众生 不失给众生 不散开众生 那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必须要做到这些 那他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去 不是的 而是说 你有机会去 如果你生病了 你不能去 那当然就没有关系 如果你现在正在学习 其他的佛法 你没有办法再去贴 那也没关系 或是你贴得不相应 那也没关系 他重点是告诉你 如果你需要 你必须要去学 如果你有能力 你必须要去做 他告诉你这个 但是很多人就会误会 就是四十里 那如果四十里 那通常有十几个人都在讲怎么办 是不是 那不是的 他只是告诉你 你要珍惜学习的机会 那你有力量 有时间 有能力 你必须要做 比如说 凭苦众生来 然后你看到他 你必须要布施 他并不是说 你没有 你也要去抢来给他 不是的 而是说你有能力 你有能力可以给他 你不给他 违反菩萨界 那当然你没有能力 不给他 那你也不换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些借条 一一的借条 一一的借条 不过就是告诉你 要断一切二 修一切三 度一切从事 不过就是这样而已 那所以跟几重几轻 就是说有几条线 几条线 关系不大 他不过就是给你开始 举例 举例 如果你要行补扎上 你必须要这样做 比如说六重二十八轻里面的 又波色经经里面有一条 他说你一个在家人 他又波色经是在家的 那余且福萨界跟放往经 都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受的 那但是六重二十八轻的只有在家 那在家里面 比如说他六重二十八轻里面 他有这么一规定 他规定说 那你家里面随时要备好一套三衣 放着 那你又不是出家你放三衣干什么 你又不穿 因为在佛陀时代 有人要出家没有三衣 因为出家是要自己准备三衣跟波的 那你没有准备三衣 那个时候三衣也不是随时可以拿得到的 所以你要准备一套 万一有人要出家没有 你就可以给他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家里随时要准备一套 那其实他的用意是这样 那当然你说你现在没有准备没关系 因为你准备也不合 人家也不穿 人家要仔细的 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说 这条件如果换到现在来就是说 那么万一有人要出家 但是他没有衣服 你就去做一套衣服给他 就是这样 不过现在大部分都不用了 就是以前才需要 那他的现在就是说 万一有一个人要出家 但是他欠缺了什么 那么你这样不能出家 比如说没有衣 没有波 那你可以帮助他 其实精神是这样子的 那那个戒条 那个戒条不过就是告诉你 告诉你 你要洗菩萨道 你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你不可以这样做 就是不可以怎样做 伤害众生的 要怎样做 要利益众生 要修学佛法 其实他只是告诉你 这样而已 所以有很多人 以前的人不知道菩萨界的原理 大概我记得了 所有菩萨界只知道一条要吃素 其实菩萨界不一定吃素 最好吃素 但不一定吃素 因为吃素是合合菩萨的精神 但是你像六中二十八经里面 并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吃素 六中二十八经里面也没有 那这个余潜菩萨界里面也没有 但是他有不能杀生 不能伤害众生 那以前吃素跟伤害众生不是一样的 现在你如果不吃素 要不伤害众生也很难 以前有那种就是自己死的或怎么样的 那现在都是养来杀的 养来吃的 那么所以吃素去是符合菩萨道的 但是不吃素也可以受菩萨界 也可以受菩萨界 因为重点是普提心 你要利益众生的心 而且你要知道并不是我全部做得到 我才去受菩萨界 你全部做得到你才去受菩萨界 那是不可能的 那菩萨界是你设定一个目标 你设定一个目标 那我要往那边前进 所以因为你有受了界 你受了界之后 你自己会告诉自己 我受了界我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不可以那样 一下子做不到 没关系 忏悔 那么努力做到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看那个余前菩萨界里面 他说我希望做到 但是因为我有烦恼 我有习气 我做不到 可是我很努力要做到 但是还是做不到 不犯界 因为你有努力了 可是你的习气 你的烦恼 让你做不到 但是我还是唱的 我真心想做到的 如果是这样 那你是不犯界 重点就是那个普提心 你要朝普其前进的心 那个心很重要 那么现在做不到 因为你有这个心 你以后一定会做到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菩萨界里面 比较重要的观念 那我们大部分对菩萨界误会很深 我开始发现有研究的人都是 鼓励大家不要去受菩萨界 为什么 因为容易犯界 因为都不前进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要鼓励大家去受菩 发鼓励心 暂时做不到 没关系 往前一直走就是了 一定会做到的 渐渐会做到的 其实受菩的过程就是 你发愿 发愿不一定一下子都做到 你看这个阿弥陀经里面 不是阿弥陀经 五量寿经里面 法葬比丘发四十八大院 他那一辈子也做不到 你要知道 他那一辈子发愿 不是那一辈子做得到的 没有 那一辈子也做不到 他是无量节做到的 经过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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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心很坚定 生生世世 那个心不退 他怎么知道他过去发什么愿 因为习惯了 那个心很坚定 所以在这一次来 很容易又造这样的愿 又往前往前 所以并不是说 比如说众生无边试验度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那为什么要这样发 那这样是欺骗众生吗 欺骗出火吗 没有 我有这个心 我也知道我这辈子 不可能度一切众生 我知道我这辈子 没有办法去成果 有可能没办法成果 但是没关系 我还有下一辈子 那么我生生世世 我得要朝这个方向前进 受菩萨戒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很多的部位的时候 大部位的人不敢受 不敢去受菩萨戒 怕犯戒 其实不对 所以圣语博士也有讲 有犯的是菩萨 无犯的是外道 为什么 受菩萨戒很难不犯戒的 起心动力就犯戒 但是无妨 努力改过就好 倡悔就好 再往前进就好 因为就好像小孩子 学走路 一开始一定会跌倒 跌倒有什么关系 你为了怕他跌倒 你不让他走路 他永远不会走路 那你为了怕犯戒 你不敢受不知道戒 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样 你那个普及心永远没办法坚固 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往这个地方 你才知道这个不容易 那个不容易 这个要做到 那个要做到 要注意什么 你才会渐渐那个心会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坚定 在困难中 在挫折中 在障碍中 不当地往前进 这个是行菩萨道 他比较要需要的 就是说你要有那种坚定的心 那一开始就要发这种心 那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发了菩提心 受了菩萨戒之后 你会发现到境界会慢慢改变 因为你的心不一样 你缘不一样 你的夜不一样 所以会带动你整个音源都不一样 那这个是受菩萨戒的 其实就是普及愿 就是愿菩提心之后 就有行菩提心 我们先讲 愿菩提心之后有行菩提心 就是发菩提心之后要行菩提 行菩提心这个菩提乐 那个其实就是受菩萨戒 那受菩萨戒其实并不是说一个 一个很自私的说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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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菩萨戒就是三聚心间 我既然要行菩萨大 我就是要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度一切众生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经论中 他这里讲 也有但受愿菩提心 而没有受菩萨戒的 然经论中说 菩提以正行而为坚实 若无正行不得菩提 这个是菩提道世界广论里面说的 好 那不但你信愿而能成佛 就是不是你说 我相信我可以成佛 我愿意成佛 那你就成佛了 没有 因为菩提心我发愿到成佛 你就成佛了 发愿不是只有能成就 但是最初在发愿 但是你要做医生 你一定要努力读书 你要努力读书 然后了解医学的常识 然后了解病理 如果要做中医 还了解很多中药 然后你就很多病况 如果要做医生 先去读医学院 你发了愿 你就要常用目标前进了 并不是发愿就可以成就 所以立菩提愿以后 应该进一步的受持菩提正行 其实就是菩萨戒 这个叫做行菩提心 然后也就是受持大圣的菩萨学处 学处就是戒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 他都劝大家不要去受菩萨戒 其实应该要受菩萨戒 而且受菩萨戒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就是你渐渐渐渐会那种菩提心 会持常显现 因为你没有受菩萨戒 就是说你没有发这个菩提愿之后 你不会记在心里面 但是你发了心之后 你慢慢就会想到我要做到这个 我要做到那个 我不可以做这个 我不可以做那个 你就常常会想到 就好像你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会想到 我家里还有孩子 我不可以太晚回去 类似像这样 你没有孩子 你要玩到体检都随你了 这个人说心里面有那种 有那种互念 就是你会互念你的菩提心 他说彼丘戒 明彼丘学处 所要学习的地方 那菩萨戒明菩萨学处 说到菩萨戒是以实善行为根本 就是讲菩萨戒的根本 其实就是实善 扩展开来 就是一切的善法 那一切的善法当然就是 包括就是不伤害一切众生 然后这个要利益一切众生 就是这样的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